今早的AT個股推介是智庫產業信託778 選選原因是港府近日派發第二期消費券 總額超過300億,刺激本港零售市道 4月發放第一階段消費券 支持那個月的零售銷售總額升了11.7% 反映消費券對支持消費具有正面效用 智庫產業信託在本港擁有多個零售商場 有望受惠消費券 智庫上半年可供分派收益按年跌了6.9% 去到大約4億6千萬 每基金單位分派是23.05先 較近年同期的24.96先減少7.7% 但派息率恢復到100% 摩根士丹利說 相信智庫最壞的情況已經結束 因為香港政府有意放寬防疫的防控措施 並且預期在經濟成本高企下 不會恢復像上半年那樣的嚴格防控措施 在零售前景穩定的情況下 估計智庫可以維持100%的排息率 對智庫2022至2024年的可分配收入預測 分別上調1%、3%和15% 每基金單位分派升1乘2、8%和4% 智庫將上半年的排息率恢復至100% 為市場帶來驚喜 股價反映正面 近日突破橫行阻力6.75% 昨日收補6.88% 策略上有貨的投資者可以繼續持有 目標價是先看7.4% 這是參考摩根士丹利在業績後 給予智庫的目標價 未有貨的投資者可以追6.6%附近吸納 跌穿6月低位即6.3.3%便適宜減次了 1.4%附近